周杨青发文控罗志祥太差 罗志祥人设崩了 罗志祥本来就爱玩啊 还以为他收心了呢 难怪罗志祥眼带那么大那么黑 我们看到的只是所谓明星想让我们看到的 实摧定律啊 没有一个女生可以从男朋友的手机里笑着走出来 在一起九年了还不结婚 感觉有点怪怪了 真的爱你的话早就娶你了 相爱时天天秀恩爱 分手时护司 各自安好吧 罗志祥他谈的九年恋爱 就是为了遮眼花变新闻吧 难怪叫胜虚公子 我告诉你啊 我从小胜就不不不 我从小就很空虚 胜这一块呢 我有好好保护 周杨青在微博上写下长文 承认和罗志祥已经分手了 还抱着小猪曾多次劈腿 小猪和周杨青自宣布恋情后 表面上看起来一直都很稳定 还会不时放闪散家伙们 大家甚至都很期待两人什么时候会结婚咧 没想到2020年才开始没多久 就传出两人分手的消息了 原因是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在台面上互动 而到时两人也没有出面澄清什么 现在周杨青亲自发文证实 自己是看了小猪的手机才发现 原来小猪一直常有另一台手机来约妹的 每到一个城市 就会约不同的女生回酒店 甚至和旗下的艺人 还有化妆师保持着不震荡的关系 OMG 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 更劲爆的是 文理还只说罗志强和他的兄弟们不尊重女生 还时常进行多人运动 最后周杨青自吵自己太傻了 没有在第一次抓到男方劈腿而分手 选择一字字的原谅 这爆料一出真的是让很多人大跌眼睛 神虎毁了三关 而小猪在沉浸了三个小时后平淡发文表示 这九年来两人纷纷和和和很多次 说的不对的会检讨 很多事情不只是只言偏译就可以说清楚 也不会去解释 呃所以这是默认了吗 唉真的是不懂了 幻且只能说这九年感情就这样收场 你们怎么看呢 还有啊女孩们 是不是应该要看看男人的手机了啦